找吴志輝來當陪練,真的能進步嗎? 去找他打了五場,又被剃頭了兩場,10比0,這個限制模式一開動真的是頂不住 輝輝反正他的實力是最穩定的,確實也是最強的 雖然說老K能夠跟他爭鋒,但是呢,老K打其他人的戰地遠遠是不如這個輝輝 所以說吴志輝一旦有時候一輸的話,就各種什麼舞蹈了 這把空分了,那種不好的就來了 曾經他的實力是沒錯,但是要說他什麼導演,那他也沒辦法 這把感覺要穿3 大門上來又沒有氣,歸進版邊 你看,有氣就暴剃,你碰我就剛,你這怎麼跟他打? 人家長了一堆資源在那裡等著打你 你啥資源也沒有,一窮二白 還在版邊 又又破防的節奏 你看,又又破防的節奏 直接穿3在版店出都出不來,真的是太難受了 已經是把他八連了 你看這局啊 這把下盤套得不錯 主動拳在手 我去,這也能勝龍 太精準了 我感覺他又升龍 這也太緊了,好繼續,對住此怪 別進版邊了,這個時候剛好破位在版邊 葵花又失誤了 破防死了 剛才葵花不失誤的話,剛好是一個蹲姿 如果說烏之輝萬一沒有看仔細,是吧 一個百合折子可以直接打暈帶走 可惜可惜 這次打點怎麼這麼精準呢 太準了 哎呦 好不容易用了一個氣,還剛不到 導致又被打破防,再一次打暈 無智慧的千克,應該說是 他的理解啊,無人可疲啊,匹敵啊 大門上來又是沒資源,你是怎麼玩 當然啊 無智慧的仙人模式很強啊 但是他遇到老K的話,不敢用這個仙人模式來打老K 所以說老K也算是一個 最會打千克的一個玩家,沒有之一 對吧,又是 打了這麼多血,還是沒有資源出來 又有破防,又有,哎,又可以 穩一手,好,下一波 然後正一個減,然後我就受傷 沒有,不敢減 我又一次穿三牛皮,好,關注修修,不會走溜 有三口 沒有,請來聽聽聽聽說 有三口 有三口 有五口 有五口 有四口